治病的业力问题 作者,福安谷观音格 治病要分为业力是否解决,加上药物治疗 尤其业力问题解决了,纳膜药物应该是很快起作用的 如果业力问题莫解决,纳膜医院药物就不一定能起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同一种病,有人死了,有人悬活住 这个跟业力有关 医生救病不救命,命属于炎罗王管理范围了 这就是要解决业力的问题 有的人手术治好了,有的人同样手术严重了 业力问题 杀业,还有一些业力这些问题莫有解决 也会想要诗经说的,御医授予非药 人更应该关注业力问题 现在医学虽然发达,但是各种癌症,以及疑难杂症 已经向人类说明人类要有敬畏,因果敬畏 要不杀业是第一 人获得健康的色身,聪明的大脑,那都是修来的福 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就是一出生就有问题,或者精神自闭症,或者身体问题 这要怎么解? 只有靠信,能接触观音菩萨,信观音,就一定得救 能信观音 家里一定比较少杀生,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灾难 但是要真信观音,说容易也不容易 民间仍然许多人不懂得念观音菩萨,不信佛法而造业 造业后生病,为了治病,继续造业 我以前就遇到一个人,做牛皮包,十多年,一天赚一两百块,他自己买牛皮来加工 做了三年,不知道用了多少牛皮 后来就得了尿毒症,赚来的钱花光光了 还欠债 在病中,又做牛皮包 这就是莫有智慧,莫有遇到观音菩萨,才会如此愚痴 这个牛皮沙液很重,导致他生病也不知道 知道了但业力太大,很难改行 众生多苦难 早日遇到观音菩萨,日后少受苦